海面為何突然出現了一個鹽蓬 原來它的真身竟然是一艘船 這艘船正在沉 是呀 沉得快 這艘太陽能電動船 星期三早上9時多 懷疑因為船身入水 在銅鑼灣避風塘離岸 大約10米的位置沉下海 快點就剩下一個船頂 有人在遊艇上將電動船固定 讓它不要沉得更快 事件中沒有人受困 犯查資料 另一艘太陽能電動船 屬於非牟利組織潔淨水域 他們與匯豐在2020年11月展開合作 將四艘電動船 擺在香港不同水域 收集膠樽、鋁罐等海洋垃圾 其中一艘就擺在銅鑼灣避風塘